赛博朋克2077发售不过一周 争议一波接一波 比起好玩不好玩 玩家的讨论更多集中在 bug 糊 没法玩 闪退 黑屏 优化不行 这些关键词上 这些讨论和争议来势汹汹 就算是游戏内有大量裸露 性交等传统博眼球项目 也完全无法转移玩家们的视线 如果你悄悄观察一下 有关赛博朋克2077的玩家社区 除了公认的bug多 你可能会看到有人说 根本玩不了 有人说我还能接受 还有人说沉浸感非常强 大型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现场 仿佛大家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 说到这里 可能有不明真相的朋友心里打鼓 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尝试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告诉大家我自己的经验 赛博朋克2077是我今年最期待的游戏 因为它有我最爱的游戏 乌尸三的基因 终于可以变成大XX萌妹了 甚至在他上个月跳票被骂的时候 我都没有感到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只要游戏好玩 我愿意等 12月10日 我先在Xbox Series X上购买游戏 打开游戏 别说什么2077年的未来世界了 眼前就一个字 胡 我不甘心 又买了PS版 在PS5上运行 还是胡 而且听不到主角的声音 平均两小时已闪退 在1.04补丁更新后 是清晰了一些 但bug还是给爷气笑了 可以说我录的游戏素材 每一段都是有bug的 最后 我倒要看看 3080整上 你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样 打住 聪明的网友已经发现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为了这款游戏 给CDPR交了三分钱了 很显然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易 引起了作为消费者的我的警觉 不仅如此 赛博朋克2077 在PC平台刷新记录 打败魔兽世界暗影国度 成为首日销量第一名的游戏 就在CDPR庆祝 全平台预购量 超过800万套的辉煌战绩时 他们公司的股价却一路下跌 Metacritic主机玩家评分 跌至两三分 在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以后 我认为面对现在的赛博朋克2077 我还无法对它的艺术成就 做出评价 但以盈利为导向的话 这件商品的发售 值得我们关注 分析和警惕 首先 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电子游戏 是一种特殊的产品 它同时具备艺术作品 和工业制品 两种属性 我们今天的讨论 不是要评价赛博朋克2077 是不是好玩和值得买 而是建立在把赛博朋克2077 视为标准化数字商品的基础上的 那么作为一个商品 拿出来售卖 至少得做到两点 一个它要是完成品 还有一个它得是合格品 能够正常使用 那赛博朋克2077 是个怎么样的商品呢 在游戏制作过程中 有一个步骤叫 Game Testing 游戏测试 一般教由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障部门负责 他们的工作 是为了保证游戏推出的时候 质量是过关的 简单说就是查bug 如果游戏经历过完整的QA 玩家遇到的bug 应该都是 每个人情况各不相同 类型和具体情况很稀疏 不容易定位的bug 质量保证部门会确认 游戏不会出现非常普遍 很容易重现的bug 因为这类bug 很容易在内部测试中发现 很容易就在发售前得到解决 但赛博朋克2077发售后 公布了数个大型修复补丁的更新 除了像增加癫痫警告这样的疏忽 大量玩家遇到了非常类似的bug 比如模型的错误 Jackie手中的筷子从两根变成了四根 拿出的芯片变成了枪 比如玩家如果戴了帽子 在游戏中的镜子里就一定会照出秃头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普遍 几乎所有人都遇到了的 游戏在进入墙的营手的回忆以后 场景完全没有渲染出来 一片漆黑 只有UI还在 很多玩家以为这是表现盲人的艺术手法 就通过了 其实这个地方只要重启就会正常 还有PlayStation版 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一定会闪退 不论是PS4还是PS5 中招率非常高 还有就是很多常见的模型消失 穿模 字幕UI错误 NPC说话嘴不动等等 可能有人会说 2015年巫师3刚发售的时候 也是一堆bug呀 CDPR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但其实巫师3的bug 并没有造成如今这么大的影响 本作Metacritic玩家评分 画质问题不显著的PC版只有6.9分 bug是差评的主要原因 而翻阅互联网时光记能看到 2015年5月22日发售三天左右的巫师3的玩家评分是9.0分 bug在差评中并不被突出体积 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 赛博朋克2077正式版中出现的大量bug 和我们通常在说的一个游戏bug多的时候 概念不同 因游戏的复杂性而导致的随机bug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更多的玩家加入 边发现边修复就可以了 很正常 但那些主线流程中大概率遭遇的可以轻松复现的错误 那些在出场前通过正常测试步骤可以被发现 并修复的bug是不应当被允许放行的 综合之前描述的游戏表现 很难说赛博朋克2077经过并通过了QA的测试 是一个完成品 只能说它是个未完成品 当然玩家对于电子游戏是未完成品这件事 其实是比较宽容的 因为它很特殊 可以一直提供更新补丁 在商品卖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慢慢补救去完成它最初的承诺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标准 是否合格 这个标准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一种共识的说法 我这里只能广泛地认为 依照大多数玩家普遍的常识 能够正常游玩的游戏 可以视为合格 CDPR确定售卖该游戏的平台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PlayStation 4 Stadia Xbox One PlayStation 5 Xbox Series X S 在2019年E3的微软发布会上公布的 我就在发布会现场 还去看了闭门演示 而且游戏长期出现在 PSN和微软商店的首页 提醒您立即预购 告诉你这不是一个跨世代游戏 就是个本世代游戏 于是我重新拾起PS4 Pro 又从床底翻出了成年的PS4 我想 这样我应该算是有资格做比较了吧 结合鼠毛社提供的不同机型的详细实测数据 结合我不算少的游戏经验 和5.0以上裸眼视力 结合网友玩家们的体感描述 我得出了如下结果 PC平台 3080级以上显卡 开启DLSS 是目前能享受到的体验最佳的版本 其余PC情况比较复杂 虽然没有3080的画质 但基本跟CDPR先前公布的配置表的情况是一致的 优化算不上好 但还算合格 Xbox Series X和PS5 由于CDPR说过 次世代主机版游戏明年才会出 所以我这里玩到的 就是普通的本世代主机版 由于次世代主机自身的硬件加持 解除了30帧的限制 赛博朋克2077的表现 虽然远不如预期 但还算可以接受 PS4 Pro版 分辨率 帧率都很不稳定 场景变化快的时候 掉帧明显很不舒服 难以接受 大部分人是玩不下去的 但鉴于网上有部分玩家表示能接受 所以我这里就姑且算作合格 PS4版 720P 帧率通常25 复杂场景只有15 15帧是什么概念 15帧是定格动画的常见帧率 很精彩 用这样不稳定的帧率玩第一人称游戏 很多原本不会晕3D的玩家也更容易感到眩晕 而且游戏的贴图加载非常慢 很多场景走近只能看到模糊的色块 过好几秒才能加载完 更过分的是卡死停顿 这个表现 说它是正常人类是万万玩不下去的 也不为过 肯定是不合格的 技能更弱的XBOX ONE S就更糟糕了 注意一下 1.04更新对分辨率和帧率表现没有明显提升 只修复了抗锯齿导致的模糊 也就是说 赛博朋克2077的整个基础版本世代主机 PS4和XBOX ONE版的游戏 都是不合格产品 这是有人会说 这是不是CDPR正常的淘汰了旧机型呢 如果CDPR没有在旧主机平台上售卖该游戏 那么你可以这么说 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很显然 CDPR做了售卖这个行为 还有人会说 买到不合格产品的玩家只是一小部分人吧 大部分人还是能正常游戏的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 根据CDPR自己公布的800万套预购量的平台数据 41%是主机玩家 其中Pro机型和基础机型的比例是1比4 次之代主机保有量很少 可以忽略不计 简单做一下算术 32.8%的预购玩家用的是基础版主机 CDPR仅在预购中就至少卖出了262.4万套不合格产品 这还没算同样存在大量不满意的Pro机型呢 就是这样一个接近三分之一不合格 100%未完成的商品 是怎样传奇般的刷新销量记录 发售首日就回本的呢 赛博朋克2077是怎么卖游戏的呢 现在我们要从CDPR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想要卖出更多份游戏 就需要有更多的玩家 第一 登录更多平台 从PC到次世代 本世代主机 甭管行不行 总之赛博朋克2077 把能去的平台一个不落全占了 第二 发售日 发售日其实相当重要 不然也不会出现其他游戏 纷纷避开赛博朋克2077的发售源 甚至还有反向跳票的英灵店 第三 媒体评分 发售日前一天公布的媒体评分 会直接给游戏定调 分数够高 关注这个游戏的玩家 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购买 第四 宣传 尽可能地让这个游戏人尽皆知 让玩家社区充满一种 非玩不可的热烈气氛 第五 售后攻关 这个环节也可以叫做damage control 在已经发酵的退款热潮中 如何将可以预见的损失降低 表面上看 这五个方法都非常光明正大 值得学习 但实际上 CDPR在这上述的每一个环节中 都使用了引起人不适的手法 有的甚至非常不道德 我们一个个来看 在这五点中 大家体感最明显的是宣传 游戏没出 就已经有铺天盖地的讨论和联名周边 Funko Pop 世界设定书 Cosplay比赛 卡片游戏 限定主机 显卡 游戏 能量饮料 跑鞋 一家手机 鼠标 还有很多很多 力度之大甚至让部分玩家产生了厌烦心理 尤其是在他11月19日第三次宣布跳票时 还有新的周边在积极售卖 但实际上 这可能是CDPR做的最磊落的事情了 从半年前选定赛波朋克IP开始玩概念 到无数种全球范围内亲近玩家社区的方式 邀请主播参加试玩 甚至把主播形象直接放进游戏内 允许主播发售当日提前开播PC版游戏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人人都想玩赛波朋克2077 它就是2020年度游戏的无冕之王的气氛 这些行为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引起部分玩家反感也顶多是个度的问题 然后是多平台 从这里开始问题就大了 抛开各种舆论杂音 CDPR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2019年E3展会上 CDPR的UI coordinator Alvin Liu 面对媒体WCCFTech是这么说的 主机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平台 同时 即便是低端PC 游戏也看起来非常出色 在2020年11月 CDPR宣布压盘后 又宣布跳票三周后 11月26日 上市公司CDPR的CEO Adam Kaczynski 在公开的季度投资人电话中 是这么表态的 我们又额外拥有了三周时间 我们相信游戏在任何平台上 都表现优秀 在描述本世代基础主机上的表现时 他说 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来说 令人惊喜的好 那实际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CDPR恐怕并没有完成 他此前一轮一轮信誓旦旦的承诺 事实上 本世代主机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是图形性能不够 而是 以两个Pro机型为例 主要面临机械硬盘和 雷弱CPU带来的瓶颈 如果要想让最弱机型 流畅运行 调整需要的工作量一定非常大 短时间的优化和调整 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所以 主机当然一直都不是头等舱 CDPR的CEO 当然对基础主机的糟糕 心知肚明 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如果当初他们做出的承诺中 包含了基础版主机 能达到1080p30帧 这样的具体信息的话 他们就会毫无疑问 涉嫌欺诈 现在只能说 他们撒谎了 至于撒谎的原因 一方面是稳住投资人 一方面是舍不得 这40%的主机玩家 这时有人就会吐槽啦 CDPR怎么这么爱给承诺 是的 他非常喜欢承诺 不管能不能兑现 在发售日这件事情上 也是如此 2019年13 赛博朋克2077 首次公布发售日 2020年4月16日 之后连续跳票三次 最后一次 从11月19日 跳票三周 跳到12月10日 跟很多其他宣布延期的游戏不同 每一次跳票 他都给出了明确的发售日 都做出了承诺 实际上2019年 CDPR的CEO主动联系了一个 关注游戏产业员工 加班状况的记者 安排了一次采访 大声宣布 不会再让员工强制加班了 但到游戏发售前 很多员工已经被要求 强制加班几个月之久 这又是一个没能兑现的承诺 而且从数次延期 和游戏发售的品质来看 CDPR高层的项目管理能力 没有任何涨进 靠奖金激励的长期强制加班 也没有带来任何效率的提升 做了这么多次承诺 12月10日游戏的完成度 依然堪忧 但只能硬着头皮发售 一方面希望能赶上 圣诞节之前的档期 二是玩家的期待值 也经不起折腾了 为了确保首日销量 粉饰游戏实际的品质 CDPR看准的是媒体评分 在最后一次延期后的 一次投资者的电话里 CDPR的董事会成员 负责商务的资深副总裁 Michael Novakovsky 透露 延期是为了确保 赛博朋克林七七 首日的Metacritic媒体均分 能达到90分 为了让各大评测媒体 能有充足的时间体验游戏 给出评价 一般媒体都会比发售日 提前一周 甚至更久拿到游戏 2077也一样 但除了延期提升品质 为了确保均分 CDPR显然还做了其他的事 Metacritic上 赛博朋克20七七的媒体评分 全都是PC版的评分 主机版只有用户评分 仔细看的话 赛博朋克20七七的评测过程 就有些猫腻 CDPR送出的所有评测版都是PC版 游戏发售前没有任何媒体和主播拿到了游戏的主机版 全世界除了CDPR 谁都不知道这个游戏的主机版是什么样的 而CDPR公布的大部分游戏演示都是PC版的 发售前 主机玩家唯一能参考的 就是火线夜之城中的两段PS4 Pro和PS5对比 以及Xbox One X和Series X对比 录像码率不高 而且只有两款Pro机型 甚至都是CDPR挑选的片段 当时可能还有人困惑 为什么在这两段演示中 开车的速度一直都在30到40麦之间 现在拿到游戏就知道答案了 因为车一开快就会掉针 所以CDPR是有意在发售前隐瞒2077在主机上的表现的 另一方面 CDPR的和媒体的评测协议 还有一个奇怪的额外要求 他们要求媒体在评测视频里 不得使用自己录屏的游戏画面 只能使用CDPR官方提供的素材用来剪辑 这个要求并不常见 所以媒体评测只能在文稿里提到bug的问题 但画面上却体现不出来 最后我们再来看12月14日 CDPR全网发布的那封看起来很有诚意的道歉性 亲爱的玩家 首先我们真诚的向您道歉 在游戏发售前 我们没有在上世代的基础版主机上展示游戏 导致您在决定购买游戏前 没能获得足够充分的信息 我们也应该更关注游戏在Xbox One和PlayStation 4的表现 让您获得更好的体验 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一个事后才发现的失误 是疏漏 但是CDPR对基础主机的游戏表现始终之情 便刻意隐瞒 甚至在临近发售日的时候 都做过不符合现实的承诺 隐瞒了严重的调真问题 而且在送交媒体评测的环节中 为了充分 故意隐瞒主机版情况 也对bug的视频做出限制 道歉信中这样的用词 对不了解前因后果的围观群众来说 可能是很诚恳的正面道歉 但道歉只对疏漏有用 对被隐瞒和欺骗的消费者 这样的道歉就显得有些避重就轻 甚至虚伪了 道歉信中的第二段他说 接下来我们会修复bug和崩溃问题 并优化整体的游玩体验 首个在线修复已经在所有平台推出 而下一个也将在7天内推出 首个更新会在1月来临 第二个则会是在2月 这一段是CDPR继续给出的承诺 也再次承诺了实现承诺的时间 希望玩家能再信任他们一次 道歉信的最后一段 CDPR表示 愿意接受主机玩家退款 如果您对游戏在您主机上的表现不满意 且不愿意等待后续更新 您可以选择通过PSN或Xbox等原购买渠道退款 如果退款被拒绝请邮件制 相关工作人员将全力提供帮助 那么聊到关于主机玩家退款 跟Steam比较成熟的购买游戏未达14天 游玩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不需要联系客服 就可以全额退款的政策不同 索尼和微软在游戏退款政策上一直不够积极 如果你买的是电子版游戏 想要退款 就必须打电话或者写邮件联系客服 人工受理要求购买游戏后14天未下载才能退款 已经下载的是不保证一定能退款成功的 至于实体版游戏 那就更退款无门了 虽然CDPR在道歉信中说 如果退款被拒绝 可以联系他们 他们会全力帮助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说 虽然责任在我们 但请你自己去联系退款 那这种联系的沟通成本应该谁来负责呢 这两天新闻中显示索尼已经拒绝了某些玩家的退款请求 在刚刚公开的CDPR和投资者紧急电话会议中 CDPR高管告诉几个大投资者 这个退款声明并没有额外和索尼和微软达成协议 注意 CDPR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他们对投资者公布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 否则就会被起诉 金融欺诈 但针对玩家的公告口径可就保证不了了 电话会议中 CDPR高管的原话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退款政策 这件事情将按他们的方式解决 没有特殊性 就像其他游戏一样 这意味着退款并不是CDPR推动的 按照现在的退款协议 产品的品质问题没有和平台确认 是不太可能退款成功的 道歉声明里的所谓退款承诺 纯属把退款责任推卸给索尼和微软的表面公关 从道歉到退款承诺都虚伪 避重就轻 靠公关转移压力都是争取时间的手段 绝不是直面批评的诚恳 这段录音的内容证实了索尼和微软 对这次大规模的退款完全不知情 当CDPR在全球范围内做出他郑重的退款承诺的时候 他并没有实际去找索尼或者微软 谈过关于退款的事情 其实是到如今 道歉和退款已经错过正确的时机 CDPR的道歉退款时间应该是在发售前 他们认识到游戏的主机版品质达不到合格水平的时候 就应该推迟主机版发售并真诚道歉 但这当然已经不可能发生了 归根结底 一个钱字 缺钱吗 CDPR这家上市公司在开发初期 还拿到了波兰政府700万美金的补贴呢 CDPR选择隐瞒事实强行发售 卖出几百万份的半成品和不合格产品 800万份预购 首日就收回开发和宣发的全部成本 但股价却从12月4日起一路走低 想依靠一个虚伪的道歉和又一次承诺 来挽回口碑和股价 投资者可能会买账 发布道歉信后 股价轻微抬头 但玩家已经慢慢回过神来 不愿买账 毕竟 厂商拿到了300多万主机玩家的预购款 上当的玩家 却要自己打两个小时电话 写很多邮件 去申请不能保证成功的推款 很多玩家都感觉受到了辜负 背叛 甚至认为是欺诈 也情有可原 CDPR在玩家社区中 一直有一个外号 叫波兰蠢驴 因为他们和其他厂商比 愿意提供更大量的游戏内容 看起来很良心 他们的姿态都是很贴近玩家的 和很多主播搞好关系 甚至把他们做成彩蛋 放进游戏里 这次的中文本地化 也是公认的最棒 翻译和配音都比其他公司要好得多 但所有这些努力 在CDPR的高管们决定暗度陈仓 发售不合格的产品的时候 都变了味 良心 看起来只是CDPR商业模式的一块招牌 依靠口碑在发售前很久开始 把品牌打造成一种文化符号 在游戏品质不确定的情况下 进行各种联名销售 CEO多次夸下海口 确保游戏的预购量 依靠冲击媒体均分来确保后续销量 依靠售后服务修复 麻烦的退款和避重就轻的道歉 来做备用计划 充当damage control的公关 平时搞好关系的博主 也不好意思站出来谴责 这些做法看起来恐怕并不良心 反而比其他上市公司 在面对开发品质问题的时候的做法 要更不光明磊落 毕竟CDPR也像游戏里的大型企业一样 首先对股东负责 玩家只要尝到甜头 就会逐渐忘记这些纰漏 更何况消费者内部也并不团结 很容易见到公交车一般的现象 在车上的 对没赶上车的幸灾乐祸 只要我没遇到问题就够了 同情受灾主机玩家一秒 但好像事情很难像 CDPR期望的那样顺利 在国外各大媒体的报道下 事件开始发酵 很多玩家认为 这是2020年游戏界的罕见骗局 退款也来得越来越汹涌 对索尼和微软的声讨也开始出现 因为和PC随便登录不同 PS和Xbox游戏 都是需要接受审查 他们没有对出现在他们商店的游戏品质 做好监督的责任 允许它上市 用欺骗和承诺 透支玩家的金钱和信任 围绕赛博朋克2077的这场 CDPR信用危机 一时半会儿不会落幕 或许在CDPR的CEO Adam Kaczynski看来 一向和气宽容的玩家们 怎么就不能再原谅他一次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